Masic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ev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一天 又紧张又开心 因为今天 5月19日我要去打 那个Covid-19的Vaccination 所以现在我就去on the way 所以我只会带大家去看看到底 在这边打会是什么情况 就重排队啊 看多久了些 我们等下见吧 然后我现在是5点半 然后我 其实我的选择是在6点半 然后我选择在 Alcang Community Center 对于跟我这边去不到10分钟的地方 但是我很知道我做什么都会提早出发啦 所以我现在就去大巴士 我们到了现在走着过去 其实我要想的是啊 我可以提早打打这个Vaccination 应该是说Grab的比喻 因为 我之前走着过去 因为我今天有订阅中的Vaccination 所以我还问了我的同事们 他们都还没有收到任何邀约去 所以应该是Grab的 让我有机会跟大巴士 然后我今天选择的Vaccination 就是那个Vaccination 所以我们就看 之后的步骤是怎样的 登记过程不允许拍摄 还好做设施好新的护士先生让我拍摄 entrance 有一点实际都已经不好了 我们现在看见镜部分 不可以拍到其他人 所以我只能拍我自己啦 OK啦 我们半个总好再见啦 OK 我打完了 现在要回家了 坐外面下得大了 然后其实还蛮快的 我来到只好其实比我安排找到 然后他很快就安排我可以进去 然后问几个问题 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去 确认全部可以进去 就可以进去打针了 然后打针不到5分钟了 然后只要在一个Observation Area 丢起半个小头 然后就可以出来了 可是我打了之后 我手其实还好 就是分分 然后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还有一个规则 现在下大雨 我就要叫Grab VCR了 终于打完针回来了 哇 现在很大雨 基本上你打完针 拿到一个Certificate 然后他会送你一个头罩 然后这个Certificate 你下一次来打针也是要带来的 他应该跟我讲的 OK啦 我们就回家啦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观察我 这一两天的情况 然后再拍起来给大家看 希望是没有事情啦 好吧 我们24个小时后再见啦 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9点43分 然后距离我打针 到现在已经大概有3个小时多了 或是大概6点打 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很热 确实很热 然后我就拿了温度计量了一下 然后是37.3 所以开始有一点小发烧了 所以一定要 所以我就准备了 Panado 等一下就一次咯 所以我们去打针的人咯 记得要准备Panado跟温度计 来观察你们的体温咯 然后整个人也是一点累累这样 OK 我今天要去睡觉了吧 等下我们明天再看怎样吧 明天见啦 OK 现在是7点11个字 距离我昨天接种头一剂疫苗 大概26小时了 然后其实基本上 昨晚我不是发烧对吗 然后我就吃了两粒Panado 然后睡醒之后就OK了 没有发烧了 然后今天基本上 我早上醒来之后 基本上是很累的 所以我一整天就处于很累的状况 所以我现在也是跟他睡醒 洗完澡 然后其实还好 今天没有什么发烧 只是打折的地方 有点肿有点痛 然后现在整个人的情况是不错的 可是也是又想要睡觉 所以等下吃一下晚餐 就休息一下就要睡觉了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 只是比较累吧 然后我们看明天会是怎样吧 OK啦 我们明天见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 现在是 5月21号 8点21分 应该是6点21分哦 就是我已经接种了第一季 Pfizer Covid-19疫苗的48个小时后了 所以基本上 昨天后 今天早上醒来就还有一点小累了 所以还是继续休息了早上 然后之后 到下午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好康复了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手也没有痛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回到正常的状况了 所以 其实 没有太大的副作用吧 然后 我会在21天后 就是6月9号 接种第二副的那个 Pfizer 疫苗 听说 第二副之后的不准会更严重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吧 我也是一点怕 OK 所以没想到 你们的频道的第一个Vlog 就是在做这个 Covid-19接种的Vaccination OK 好吧 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吧 就带大家看看 在新加坡接种Covid-19的情况 好吧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为我们订阅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